这个周睿 王晶 有很多球员其实在这个疫情一开始就开始直播 这些球员其实是属于 看大家都搞这东西呢 是不是 想试试 我也得搞一搞是吧 对 比如说呢 舒童 我看舒童他和这个周睿有比较 他是就喜欢跟人PK 就各种招式 包括之前我看到他是跟别人PK输了之后 是直接套了十件衣服 套十件衣服 这个确实我看他家热的呀 舒童是在北方吧 对 北方有暖气 北方有暖气 套十件衣服 套到第七件 第八件 我感觉就已经 在冬天中了暑 就已经不行了 然后最后热 而且一个是热的不行 第二个是套不进去 最近也是疫情期间 我觉得会养点标 我感觉罗黄也养了点标 不不不 这一看着你 你不了解 没有误解 其实这段时间 我不仅没养标 我这个体重还下来了 真的假的 因为你想想 就是偷偷减肥的 一段时间 疫情先 也没有说出去 跟这个朋友聚餐 说喝酒什么都没有 然后夜宵什么也没有 所以说这个 非常的自律 平时最容易涨标的两个地方 我都 没得去了 已经 被封锁了 没得去了 对 我已经两个月 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所以说其实整体中是 你只是保持比较稳定 甚至下降 反正下降我看你是有变怀 你主要是在发型 对 我这就剪了头发 最近你知道在 就是疫情期间你就容易包剧 对女孩子来说 这是最流行的韩剧女主发型 这我就觉得不用多说了 跟你说一下我觉得最近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你知道徐通吗 徐通在家 大家都在家陪家里人 徐通在家陪奶奶 我知道 他在教奶奶打球 而且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 他在教他奶奶说什么事 球场渣男 就是他对着他奶奶 对他盖了他奶奶一个帽 做球场渣男的事 对他盖了他奶奶一个帽 然后奶奶追到他后面拿瓶子打他 然后奶奶就是语重心长的 对镜头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希望徐通通通啊 你不要做球场渣男 这有没有口音的那种 这东北的 这我不太学得来我一个男方妹子 就我把它用普通话质疑过来 通通啊 不要做球场渣男 你要做一个球场软男 软还是 暖男 我觉得暖男应该不是说 暖男应该是暖男应该是 就也沙哈分不清楚了 对不对 刚才说了这么多 你说这个有周睿王晶 包括初同徐通 那你最近这个疫情期间在干什么 我最近疫情期间 我好久是没见过 其实就是大家你好久没见过我 但是观众们就经常看我呀 是不是 像路人王我知道 我最近在新做的一个 就是给大家用问答的形式 我当时满脑子就想着那个一战到底 就想着我们虎铺的GIS 就一排排在那站着 然后答错了掉一个下去 答错掉一个下去 就第一个题出来全掉了 然后就没了 关键是将将出题之前自己先调了好几次 我就这是什么 这是正确答案吗 对 他将将出题和别人不一样 是自己 这个题我要出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 其实通过这个我觉得我也是对路人王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多的认识 休赛季我觉得是一个不断的去沉淀自己的一个过程 你静下心来 然后呢会发现你有很多在之前忙碌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包括呢比如说像是养伤这件事情 就之前像陈凯涛他不是19年11月份的时候受的伤吗 记得挺辛苦这时间 非常清楚 然后呢四个月的时间 刚好也是个休赛季没有别的比赛 就像这种自己受伤期间还是会坚持去打比赛球员来说 休赛季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去休息去疗养 然后呢去恢复去训练的一段时间 他也是发了一个视频 就说他在受伤之后第一次去尝试扣篮 嗯我有看那种 对就整个脚是软的 他根本没办法扣 然后再框框一顿练 一顿练就最后自己能扣上去 到自己能扣让大家欢呼的这种动作 其实这是一段让人觉得还蛮暖心蛮感动 我觉得这种这种坚持的力量还蛮值得学习的 确实啊 包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陆练王主播来说 这段时间去回顾一下 之前的一些陆练王今年比赛各种大赛 特别是比如说江江队S1到S4 其实那时候没来 去全场去回顾一下 看看当时球员是怎么打球的 跟现在有什么变化 包括当时一些知名球员 在当时为什么人气会这么高 对 是 所以呢就是像我们回顾比赛 我们做了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会发现你第二次去看这些比赛 和你第一次去看这些比赛 感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如果像鹅黄这六个赛季这么多比赛 其实你也是一路都看过来了 让你选出五个 你觉得就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脑子里蹦出来的五个人会是谁呢 你让我想一下 他都能投进三分球 而且那一场是他夺冠了一场投进了13个三分球 这是一个蛮不容易的 19年5月 对19年5月的冠军排位赛的比赛上面 而且他是 就之前比如说像是北京战 他第三次参加北京战的时候 十个三分就投丢了一个 整场比赛 城市赛 多的冠军 包括后面啊 比如说卫冕冠军 三连冠 这一系列会让我觉得一个北京战的霸主 突然一下在我的脑海中就一个形象树立起来了 所以现在李汉桥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北京战霸主 一个老中医 一个对于三分有着一个偏执和执着的这么一个人 你刚才说到李汉桥这个球员啊 其实他我觉得啊 虽然说他的模板可能更多人觉得他是陆日王汤姆森 但是他对于陆日王来说 他更像陆日王的酷里 就是他其实是改变了 我们说时代可能是有点夸张 他改变陆日王很多人的打球打法 你就包括我 其实看到李汉桥出来之后 我也会就是在19年5月7月8月那时候 就是每天只要有时间就会去打球 去投进130分 对啊我当时就是我们解说的时候也经常说 该有在坚持这件事情 也确实就是看到李汉桥之后 你可能觉得就是陆日王的魔王其实在之前 你很难想象一米九以下 甚至说一米八五以下的陆日王球员 你几乎都想不到 李汉桥一米八三的身高 他是打后卫的 能跟一些一米九以上 甚至说两米的球员去看 本身就是一个还不容易的事情 很值得去学习以及敬佩的地方 然后在他之后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球员 包括之前不太投三分的 也开始投三分 而且从他之后慢慢理直 慢慢就流行起来一句话 想要三分投得准 首先你必须得姓李 对 就理性传说就这样子铺开了 对 而且他说的那句就是 三分没有捷径 只能磨砺细节 包括他有三分球50中48 这种民主龙绿 包括这个连续近20多个 不带丢的 确实不光是说在陆日王比赛 以及在虎波论坛 那些不同的地方 都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对 就突然间好像一下李汉桥 就像当时林树豪一样 就这么铺天盖地的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人 这也第一个 是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觉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时候陈海涛 陈海涛 印象十分的深刻 这个就是印象深刻 其实我个人觉得 就是不一定非要是在场内 可能场外的一些事情 可能也会让你印象深刻 那是肯定的 就是球员嘛 他是一个多面 一个立体的一个形象 那为什么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呢 就是那个时候 都是我第一次来到陆日王的 比赛的赛场 12月 对 12月份 第一次来到陆日王比赛赛场 其实在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说 我身边的所有 或者说我认识一些球员 打法就跟平常心 那种非常像 就是运球 寻找时机 找到时机 拜佛去突破 或者拜佛去中投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海涛 和平常心的对决 没有多余的动作 就是三位鞋 三位鞋之后 直接突突三步就起 起了之后 最后的终结 非常的稳定 那个是我第一次对于说 美式突破 美式后卫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我会觉得这种球风 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种球风 之前更多的是接触一些 因为你平时比较接触一些花球 比较多 一些接球球员可能接触比较多 但是对于这种学院派看的比较少 其实陈海涛在某些意义上 也代表了一些学院派 这种简洁高效的打法 经过一些专业训练之后 其实在球场上 可能不需要去做过多的动作 是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因为平时5v5 3v3也打 他们在球场上 没有那么多的 说你能控球的时间 所以他们会在最短时间内 把这个球处理好 要不传掉 要不自己进攻打掉 然后包括从12月到4月夺冠 包括2018年团赛的冠军 这一系列会突然觉得 这个人只要打 比如说他一打太远战就拿冠 就会觉得在前段时间 只要一参赛 就会有非常好的成绩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后面也是因为来了 受伤了 受到伤病的困扰 所以一个苦情的形象 又在心目当中有树立起来 当然我觉得他其实包括去年参加综艺 包括在路上的成绩 其实很多人心目中 他已经是担担了魔王 或者说最强的几个人之一了 是 就在用最短速高效 跟他球风一样 就挤身进了魔王的行列 这是第二个 对 是这样的 想想看第三个 周睿 周睿 我们签约球员 对 我们签约球员周睿 周睿是我 可以说是我路人王里面 最喜欢的一个球员 最喜欢他的故事也好 他的球风也好 他的场上以及他场下 首先说他场上 其实对于他场上 像比如说精英 金赛 对阵宋永轩 对阵军哥 包括南球保卫战 对阵马克一球六万 那是我接触之前的事情 对 这些都我感觉非常传奇的故事 在我感觉他就是一个大心脏 很有绝杀能力 很有领袖气质的这么一个球员 对 但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他打球 是在 我跟我黄姐说的 在湖南师范大学 威卢普斯的校园行 对 对 在那次的校园行当中 其实 像当时周睿 唐日辉 宋流轩 宋流轩 李志锦 其实大家都是1v1选手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球队 然后他们要去打4v4的比赛 而且4v4的比赛要跟我们的外国队伍 去进行一个对抗 对 墙上会突然间有点懵 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打 但是周睿我觉得他是 他能扛起来 就在没有人能进攻得分的时候 他完全扛起来 三分叉叉叉的一个一个进 连串的进 然后组织全场 然后调动场上氛围 当时那一场比赛就突然间让我觉得 周睿这个球员 是一个老大 是一个球场的大队 有一种那种 就是领袖的气质 对 那种领袖的气质 那种英雄的感觉 这种是会让万千少女 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气质 就是说的前面那一堆都没用 其实主要是这个 万千少女 万千少女的梦 然后包括在场下 因为之前就是回顾比赛的时候 会有听唐主他说 周睿他胳膊上的纹身 是和他老婆的一个纪念日 对 然后包括看到 比如说大话王跟他连麦的时候 他有展现出对于女儿的那种 就是浮于表面 浮于表面 这种词汇 浮于表面 就是你能看得出他真的很快乐 很爱很爱自己的女儿 很爱很爱自己的家庭 这种感觉 就场上是一个领袖 场下是一个 好爸爸好男人 好爸爸好男人 好丈夫是吧 是一个对家庭 对于篮球 对于事业都非常负责任的人 有责任心 对 我觉得这样的球员 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喜欢 和崇拜的 对 其实不光是你怎么说 就是我们平时看 不管是说 问谭卫博 说像抖音这种短视频平台 对周睿的评价 一直都是比较高的 不错的 对 而且就没有什么 花边消息什么 对 非常的稳 一路都非常的稳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 其实就是南区宝贵战 南区宝贵战当时他独冠之后 他说我不在乎自己有多有名 我只在乎我自己会不会变得更强 对他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了四个字 五个字总结吧 我就是打球 我就是打球 哇这五个字 低调 就是我就是打球 对 我不管别的 就是我就是要就是跟自己去比 对吧 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就够了 低调有实力 这样的球员其实非常的难得 确实 对 然后 然后第四个 哇 江江这个想的挺快 是吧 我想的挺快是吧 像周睿 还有谁 白晶 白晶 对 白晶这个形象就非常突出 因为白晶其实他打的时候 他打第一场比赛正好是我姐说的 对在杭州站打的 但是他那场比赛呢 非常的可惜 对着象棋云嘛 其实他是领先象棋云一分的 但他就罚球丢了 又被象棋云绝杀 然后包括他后面在鹅荒聊球的时候 就有说 那一场比赛像个噩梦一样 我满脑子都想的是那个罚球 对 但是他马上调整自己 第二场上海战就立马夺冠了 而且对于我来说 因为他是一个人物形象 非常立体的一个角色 他是男大学霸 高考600多分 对我一个400多分的小渣渣来说 我觉得天哪 天文数字 而且就是在我身边 没有说打球打得非常好 成绩又非常好的 在我身边的男球员 或者说男孩子 都是属于那种我酷爱打球 天天哐哐哐在那练球 然后奶奶或者妈妈拿扫把在后面追 你又在不务正业 然后打屁股那一种 所以像这种成绩又好 打球又好的 我感觉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碰到 这也是你比较欣赏的 又让你这个万千少女又受不了了 而且他的那个成绩 就前段时间不是跟他大话王吗 他要展示给我们他的奖状 他的奖状有物理竞赛 生物竞赛 英语口语竞赛 然后演讲比赛大赛 就什么类型的奖状都有 还有一个最佳班干部 最佳班干部 最佳班干部 三好学生没给你翻出来 对 然后他是都是说当班长 一直来说都当班长 而且他当班长是属于那种团结全班同学 跟老师对着干的那种班长 你会不会就挠不起的那种青春偶像剧 就每个班级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班长 然后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去 就这种感觉我就会觉得非常让人喜欢 而且他不是说他是冷面刺客吗 冷面刺客 他说他非常喜欢吃烤冷面 所以他的粉丝就是给他的曲的曲名叫做冷面摊 他是冷面摊的老板 他的粉丝是老板鸟 就是一个很热热打球成绩又好 内心又有点小暖心 其实很宠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 你不是觉得就感觉还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 人物形象非常立体 非常立体 这是第四个白晶 也是去年突然冒出来一个陆人王的魔王级人物 第五个呢 第五个我觉得不仅是我 让所有女孩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 江江就特别喜欢代表万千少女 对 所以我不够少女吗 你是觉得 你是万千少男的梦 我吗 谢谢夸奖 除了我 谢谢夸奖 就是像万千少女印象非常深刻 谁 2019年代名词董康朝 对不对 球场渣男的形象 然后万千少男这个崇拜的 怎么说 甚至说 赠万人的对象 为什么他跟女孩子都可以玩这么好 但其实说实在话 他没渣过我了 就但是我是不是要反省 让自己的魅力指 为什么董康朝不渣我呢 我一直在反省这件事情 因为你还没达到那个渣点 还没达到渣点是吗 渣点对 就是什么点都有 渣点就是一个新名字 对 渣点对 然后其实对于董康朝来说的话 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在于 也是我跟我黄姐说的那场北京战 他在北京战用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打赢了李汉桥 对那一场比赛就是后面我看回放露出了我们的一个小脸 我那董康朝居然赢了 就是没有椅子的话直接就养过去了 对直接就养过去了 而且那场比赛 我黄还在那边说 董康朝要是被凌封我们就送血吧什么的 你当时说了什么赌注 这是我的一个规矩 就是说一场比赛如果有一个球员能全胜加全力 像孟伯隆那样 我就可以直接送血 但是当时的想法 观众喜欢看 观众就想送血 讲真你要真说 有几个人相信那场 这个董康朝能赢 能赢北京霸主 而且你不是说在广大 是在李汉桥最熟悉的这个北京的城市赛 而且北京战霸主没丢过的场子 唯一让我相信的杨总能赢的一点 就是他刚路过鹅荒辽球 这有一个bug是吧 只要你路鹅荒辽球你就一定能拿冠军 记住了 前期就是下一次 不需要太远就下一次 对下一次 这个跟那个扔秀标 我觉得是路人王邪术之一 玄学之一 对就是因为那场比赛让我觉得什么呢 其实在篮球界大家会有一个固有思维 一个固有定势 比如说大家觉得在节目里面 大家觉得扣将他不会打篮球 就算以静红他扣得多好 但是大家不会选他 觉得他可能实战不够 对 确实 对 然后也会有人有这种思维定势说 董康潮他只会搞笑 他不会打篮球 他只会扎女孩子 他不会打篮球 但是董康潮呢 其实他当过保安 当过很多 但最后他其实是一个对于篮球非常有信仰的 这么一个人 最终他回归到篮球身上 他其实有在用自己付出自己的努力 去把打球打好球 这件事情去做好 然后去突破大家的这样一个惯有思维 一个固有定势 我觉得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点 也是非常佩服他的一个点 因为我相信他其实会受到过很多的质疑 也是那场比赛之后 我感觉杨聪他立马自己自信 贝尔精神 这个论坛也发了 微博也发了 就是说将近三年 从17年3月开始 就是打西安战 输给李光阳那次开始 一直等了两年半将近三年的时间 终于圆梦 这种我给他算过将近一千天的时间 这是如荣最久的一个记录 一千天的梦 对 真的是 我感觉这种经历将近三年 然后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比扎十个女孩子 都要更加的爽快一点 对 而且其实你别说他扎 他其实对女孩子蛮暖的 参考他和查理和汉堡的食品 扎男往往都是先暖后扎 对 这种才把女生聊得不要不要 是吗 鹅黄也很逗 不不不 我只是 我说我是没干过这种事 但是我喜欢去了解 嗯 喜欢去了解 所以就至少我要懂得 这样我在解说的时候才有更多的这个话术 对吧 我让他说更多的东西 那我刚刚有说到我印象最深刻的五个人 那鹅黄你呢 如果说让你选五个你会选谁 等了这么久还是 但是我也想的差不多了其实这段时间了 嗯 刚才更多说其实是从一个女主播女性 这种万青少女的这种感觉 对 感性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球员包括很多都是第五对六赛季 嗯 因为这将将是第五赛季开始来陆人王的 那我其实是从这个第一赛季 就是一六年底就已经来陆人王了 嗯 那其实我是经历六个赛季 我感觉其实让我选出五个人比较难 但是硬要选的话 我会选五个在陆人王某一个阶段的代表 或者说在这个阶段影响了更多的人 或者说打最出色的那五个人 那第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分先后啊 第一个就是涂格格好听得起 他其实就是16年开始打陆人王 对 他其实他这种打陆人王的频率 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啊 就是通过头盔哥看他的视频 或者说知道他的名字 然后来看陆人王 甚至说很多人把名字改成头盔哥什么什么 有一个人啊名字叫知识头盔哥 他六个多岁 六十多岁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陆人王每天晚上抽奖 抽奖是有连麦的 对连麦 然后知识头盔哥 我们一直说我知识头盔哥 这人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写的这么露骨 就感觉会是个小孩 对 然后一打电话 喂 这听声音感觉有点不太对 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 起码 感觉应该是十来岁 热血青年 对对对 我六十多岁 然后当时感觉特别感动 就是头盔哥当时影响特别多的人 他三个月的时间 打了19次比赛 拿了14个文具 就是非常非常统治力的表现 然后呢 头盔哥他第一点 我觉得有两个标签 第一个就是草根嘛 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代表是草根 是那种没有打过这个职业 甚至说COB都没打过的人 他就是纯的路人 在当时 我们一开始口号不就是什么 不坐键盘侠 我行我真上 路人王吗 路人王 对吧 然后他在第一赛 总决赛的时候也是 最经典的一场比赛 赢了这个生徒 嗯 绝杀 比如说非职业球员和职业球员大战嘛 也是让 刚开始觉得怎么能打得过呢 对啊 就是当时很多人想象 哦 这生徒应该是一穿三 对吧 这个头盔一个人没有三个人 结果他其实当时给很多人建立了信心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一对一这个时候 嗯 草根啊 其实是可以跟直接球员去拜拜手玩的 对 第二个其实就是花哨吸粉的动作 是 对 就是很多人啊 包括江江 我相信你也接触了很多人 就是 打球 可能就是滑哨 运球好 或者说各种转 对 像江江一样转球 转的好 但是其实实战不一定好 江江三十 对 但头盔是把这个接球和实战结合 在当时最好的一个人 嗯 就是 你先耍一顿 哎 对手没你耍的好 再来终结 对手还没有你终结好 对 还放不住 对 对 当时其实是 头盔只要参赛 哎 这当时奖金两千块钱 就是 闭着眼 闭着眼的 对 就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有的时候决赛就 五个三分 我就不运了 对吧 前面我运够了 最后来五个三分 实战直接结束了 嗯 其实应该是 一直到第二赛季 就是六月份之间 可以说 第一赛季 头盔参赛到第二赛季 六月 他拿月赛冠军 这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 头盔巾峰 嗯 就这段时间 你让我选最深刻的一个人 那就应该是 头盔哥 头盔哥 对 是 他确实影响了非常多的人 也让非常多的草根球员 相信自己 其实能在 一位一 或者说在篮球方面 能发光发亮 其实我觉得不 不只是影响一些 比如说青年啊 这样的打球的人 我觉得他影响了 很多的小孩子 嗯 你不觉得现在就是看 抖音啊 或者说看一些平台视频 现在小孩子都非常喜欢 模仿他跟着音乐节奏 卡点运球 这样的 我觉得也是 对下一代有很多的影响 就是 我觉得头盔 还是有非常多值得 这个去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基本功这一块 对 他宁愿说 很多人看到他在路上拿这么多冠军 包括现在各种街球活动 流量这么大 其实他之前一个人练球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是 他也像洋葱哥一样去做过很多这种职业 尝试过很多职业 然后一个人去这个南京理工大学 去练球 很多人也都知道 练练的特别晚 对 一个动作可能练好几天 而且我之前听其他的街球界的朋友说 之前看头盔 他都是一个人拎着一个音箱 然后手机开始放歌 放歌就自己一个人从天亮练到天黑 就这种我觉得要忍受孤独的球员 才是最后能够在球场上一一发光的球员 江江这句话说的确实好 忍受孤独确实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虽然说他在18年1月 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伤 但是其实他在之后的两次成人赛 回来之后都是拿冠军 对 依旧还是保持自己的进行状态 也是 其实都到目前为止 包括江江来之后 也有很多人在回忆第一赛季 说真的希望当时头盔能再回来 对 再多看一下头盔打比赛 现在也是我们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 48冠忘了 48冠 第2个呢 第2个 那其实就时间要推移嘛 对吧 推移到第2赛季 我觉得呀 第2个要说应该就是安云鹏 安云鹏 安云鹏 安云鹏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名号 就是在第2赛季 也就是说17年2月份的时候 陆综王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 有突出履历的球员来打 对 当时其实就是安云鹏来了之后 科比门徒 对吧 打冲冰他MVP COBA政大队长 名号响亮 我当时一看 哇 这个人好像特别厉害 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 虽然说他第一次 第一场就输给了头盔 对 但是这也算 我觉得这算一个传承 算一个交接嘛 那之后他 5天 5战5冠 5战5冠 半年拿了26个冠军 那现在其实他30冠也是第2 对 而且他还是5天5战5冠 还是5地 5地 5个不同地方 愿意这种奔波啊 这种去跑着参赛 甚至精神热是很难的 7000多公里 就当时其实 我说他特别多的比赛 就是这5天5地5冠 就是上海 合肥 福州 然后昆明 郑州 对 你要说一开始这个上海合肥 倒也挺近的 包括福州 他从福州到昆明 昆明到郑州 这个跨度太大了 当时他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一般人坐飞机 坐火车其实有点赶不上烫 对 他有的时候是怎么样 就是晚上10点多打完球 睡一觉 早上起来赶飞机 然后下了飞机直接去 奔向球场 下午2年的比赛 继续拿冠军 而且你知道昆明那边海拔也比较高 对吧 他其实就这5天5地5冠 也是奠定了他在路人王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是个传奇之举 就是说一般人我觉得呀 即使你有这个钱 你可能没有这个体能 或者说你根本不会去想到做这个事情 就是基于科比的这种偏执 凌晨4点起床的这种偏执 我要完成一件后面的人都达不到的事情 对 也的确后面的人好像没有完成过 这样的一个壮举了 这第一个我们其实说球场上的事情 第二个其实球场之外 其实安云鹏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 对安云鹏其实在那段时间 因为在论坛 包括发帖或者说回帖 有两件事让大家讨论非常热烈 可以说就是相当一段时间 整个论坛 其实你看10个帖子 8个帖子关于安云鹏 对 流量担当 那个时候的 绝对的路人王流量担当 安云鹏 然后他其实我觉得 他在路人王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应该是他才 在三月份开始到九月份 约赛夺冠之间 这半年时间我觉得 应该是安云鹏的这个 我个人觉得这段时间 巅峰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人 对 这应该是安云鹏 也是最偏执的一个人 当然他那段时间为什么能这样 因为他也就生刚考完试嘛 刚考完试 就像我们刚考完没事嘛 撒了花 江国地跑 然后正好也练练这个单条打打球 对啊 认识认识各种朋友 而且按照这种时间历程算下来 安云鹏也真的是老球员了 对 安云鹏 但现在在美国流行嘛 其实他打路上的时间算是比较少 而且前段时间也是 就在科比离世这件事情上 他有在视频里面说 他弄了一面大棋子 收集了所有中国网友的祝福 然后呢 把他带到了洛杉矶 然后在那纪念科比 我觉得他对于偶像 是有自己的传承的 确实他比我们任何人 我觉得都会难过 对吧 因为他15年也是被科比 亲自给推出来的 对 MVP 这种感觉 他确实挺有意思 包括其实你看18年19年 两年这个年初总决赛 他都跟外籍球员是吧 能碰到 对吧 能在这个语言上有一些交流 也挺有意思 对 每一次你看打外籍球员 他说 哇 这个时候如果安云鹏在 就有点意思了 就很好玩了 对 很有意思 算是比较有争议的这个人 对 那我们第三个人呢 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好像最近 正将跟他联系颇多 对 好像昨天晚上好像 刚有连线的一个球员 对 就是张志阳 张志阳 对张志阳 张志阳 张志阳这个人啊 我先不说他的路上成绩 就是他这个人 我一开始其实觉得 就是在球场上和这个私下里是反差非常非常大一个人 巨大 我觉得巨大 球场上你刚才说的这个白晶市冷面刺客 他其实在球场上也是 没有表情 对 就是我就是打球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来的时候 哎呀这人 一开始因为当时也是会有这个球员选拔嘛 我感觉这个头像 哇山西大学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挺厉害啊 山西大学一查 因为当时知道李锐已经来了嘛 我们本身对山西大学就感觉 嗯 还不错 挺厉害的 挺好的 张志阳 我一开始打球 哇这人好瘦 190才有80公斤 不扛怼 结果后来发现 哇一般人怼不动 核心力量也巨好 然后第一次应该是在19年的 18年 17年的9月份 然后开始的越赛之后 一个月之后 他开始来了这个路上打球 嗯 第一次越赛现场看了 哇这人 有190吗 你在怀疑谁 这人好瘦 这个人是打球 我感觉一怼的准没的那种 但后来发现不一样 哇他不仅这个扛怼 而且他也还骚的 还骚 他是个闷骚型手员 我真的是 就是经常会在一些 比如说深夜去给你发一些消息 我好好奇他深夜给你发手 当然我们不是搞鸡那种 就是他就喜欢深夜跟你聊 探讨学术问题 各种各种方面 对吧 他可能睡得也比较晚 嗯 而且在路上 他其实最辉煌的 应该是在17年11月和12月 嗯 就是越赛两年贯 当时越赛32个人 不是现在16个人 是 就是32个人里边大乱斗 嗯 而且第三大际 你当时很多 COP学院派 你像紫衣啊 你像这个徐川啊 阿庆 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打越赛 他能在这个时候 连贯 对 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 陆刃王 就是论坛讨论最激烈的 嗯 可以说在当时 他就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 对 你像现在其实19年 你说很多人 你说越赛两年贯 或者说拿冠军 赛后其实讨论非常少 其实人慢慢的多起来了 对 但是喜欢讨论的人 好像稍微少了一些 对 当时就是整个论坛 就觉得 嗯 张智阳一定是第一人 而且我觉得张智阳 是大赛新选手 每次一到大赛 他不会掉链子 你就像你刚才说 他其实整个18年 张智阳说不行了 反正不行了 结果他19年 就是你刚来之后 对 总约赛立马拉冠冠军 是 三分头的叉叉的 我记得当时也是第一次到现场看 对 看这种大赛 然后那个时候听说的是什么 听说的是 他是在自己公司的年会 跳完舞过来的 对 过来三分手感最好 是 他一开始在这个长城宽带 每一次打球都穿这个长城宽带球衣 我们起名叫宽带 后面到龙创之后 不用叫龙创对吧 这个没法简称 然后他就是在龙创年会上跳完舞过来 或者可能也是 其他人好像现场这么多人看着 然后这么多人去热身 他一个人在台上就把这个身给热完了 是 大家还觉得他没热身是不是状态不好 结果没想到 也就是这三个冠军 我感觉 就现在你无论怎么说 都有一帮死忠说 我认为张智阳就是第一人 单挑第一人 因为成绩说话 对 对吧 是这种感觉 而且其实他是一个说话特别有意思的 就比如说他会在直播间和杨振勇一起调侃金爷 他们说过两年 张智阳说过两年我就可以扶金爷过马路了 就这种 然后还有说金爷 健身不是金爷特别甩大神吗 特别喜欢甩大神 然后呢 张智阳就给金爷这个大神取名叫战神 战神 生命之舍 对 金爷离不了这生命之舍 这可是金爷的命呢 我那天听到没把我笑死 本身张智阳他 晴王岛他 渤海玩旁边嘛 他这个说话有带点东北可言 对 对吧 就特别有一种落坑的感觉 是 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我做一期恶恶聊球之后啊 就是我们俩见面 见面这个 他在这个龙创那个天台球场 然后我刚去他应该等了我一会儿 他说了一句你可来了 后面每一次去这个导播间 你都说 直播的时候这个导播们都说你可来了 你可来了 对 都开始模仿这张智阳 非常有意思 就是一个非常逗 场下非常逗的一个球员 就是你如果不接触他 或者说他最近不开直播 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喝草药 对 你根本想要 很有梗 跳舞 一跳椅子舞 对 然后你只要发出这种帖子 一定会有人说 哇原来长得这样 这个 这么有意思 这么有趣 其实他是一个很擅长去跳舞的人 他其实舞蹈天赋很高 就是像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时候 教练 其实给他们的一个热身 我之前在网上有搜到一个视频 你是搜到的 还是从某人这个嘴里 搜到的吧 搜到一个视频 就是当时他们教练对他们非常的严格 所有的球员必须替那个板寸 替那个小光头 然后替完小光头 他们的热身运动是所有人光着膀子跳小苹果 大家如果有意思可以去搜索那根视频 刚讲那个人设就崩瘫了 对 当时可能就已经传承下来这种热身 通过舞蹈来热身的这种感觉 舞蹈天赋也是非常高 之前也会经常跟女朋友合作 跳一段小曲在家 也就是非常有意思很浪漫的一个球员 对 这是我的第三个 对你的第三个 还没有到 就说完三个还没有到这个尖将来 我觉得他其实在陆日王第一人 其实就是第三赛季 对 就是第三赛季 然后后面再往后 就是第四个人 是谁呢 时间来到了18年 18年这个我觉得是马克 对马克 马克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个头盔啊 包括这个安云鹏还有这个张智洋 他们其实一来陆日王 就打出名堂了 对吧 那张智洋他其实在第三赛季一场 常识赛没输过 而马克呢其实也是在第三赛季 就是17年就来了 但是他呀 来了之后先有几次一轮游 对最好才第四 嗯 就是很多网友对于马克的印象都说 他是进步最大的拳员 对 就18年确实 他甚至说 因为我们陆日王每一战就是 24个人 12个人是抽的 12个人是选的 他后面因为有几次一轮游啊 就是根本就是 他连着一个月每一战都爆 就一战都不抽他 我现在回 就是现在我们去回忆一下 感觉 我 有点过分 对 他对 就怎么一次都抽不到人家 确实 但是你知道陆日王报名人太多了 对吧 然后他直到就是打了半年之后 18年的5月 他才开始 又回到陆日王赛场上 对 我感觉其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 是一种沉淀 是他一种思考 一种研究单挑的过程 沉淀后的爆发 一回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五战五冠 就体能怪了 体能怪 而且就是之前听说他练啊 他沉淀那段时间练都是跟强怼 对 就是怼派 真的是怼派 装树 装树 就是一身这个肌肉 怎么感觉也好偏扯 其实我不知道 不知道帮哪用 对吧 然后他就是开始回来了 对吧 然后在这个南曲宝站也拿了亚军 但其实我觉得就这段时间 还有很多人认为马克并不是魔王 因为他并没有那段时间没有大赛 没有大赛冠军 对 从这个18年9月到19年6月这一时间 就是八次冠冠牌赛 八次中外对决 他全部进入 对 从来没有缺失过国交情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路上非常难破的一个记录 当然他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 因为他受伤 就非常可惜 像你刚才说陈凯涛受伤 其实去年受伤人非常多 你看陈凯涛是11月受的脚踝伤 这个马克是7月份 这个膝盖十四刃带 你包括耿潇琪的小腿 王晶也是受伤 就那段时间夏天受伤的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马克在受伤之前 就第三赛季 保持的这些记录 开始打 然后第五赛季到第六赛季上半年 他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呀 他是最稳定的人 你说他是路上当时的这个整体来说的第一人 我觉得也不过分 他毕竟他也有两个冠军 是 现在也是实力榜赞排第二嘛 对 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我觉得马克其实他也是一个 你要说刚才说到张纸阳 他是场上场下的 反差很大 他其实也是 你看他场上其实是那种 怎么说秀肌肉 对吧 就是他是那种 招牌动作 不像张纸阳那种 那个面目表情那种 他是那种很外向很奔放那种 但是他场上场下的话 说话声音 其实说话声音 不是特别大 特别是跟女性聊天的时候 很害羞 对 很容易脸红的那种 而且他说的话特别是你说撩也好或干嘛 就是特别简单很简单 比如说哎 今天这样发型不错 比较衣服不错 就是翻来覆去其实就是 就这几句话 对 反正要来吃饭吗 算是虽然说在这个私下也就是说场下也能去聊聊天 或者说大家说互动比较多 但是总体来说相比线上也是有一些腼腆 就比起说场上的那种张扬奔放的性格 线下是一个很腼腆的男孩 但是其实他在陆综王那将近一年的时间给大家留下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值得回味 也是留下了这个连续八次这个都进入中外对决这一个纪录 我觉得也是像安逸跑五天五章 五地五冠一样非常难破的一个纪录 而且我觉得马克是属于在球场上 他是一个非常能够鼓励队友的球员 就比如说队友进着球马克在场下会非常激动 就这样冲上来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队友我会很喜欢他 但是对手就不好 他对手就是这么烦呢 这么炸炸糊糊 对这种感觉 这就是第四个 这其实已经到了这16年19年的中旬了 是 对第四个 很好奇第五个 你猜第五个应该是谁 金爷 你别猜对 对你猜对就没意思了 没有因为我就是想实力榜第一 你刚说实力榜第二 那回来就是实力榜第一 那我再猜一个重新来一段 看掉了 那你让我猜 你再猜一个 我再猜一个鹅黄 对其实刚才就说了这个第五个应该就是 金爷 金爷其实标签也是 太明显 金爷的标签 比我觉得比起之前你说那五个 我说这四个标签都更加明显 就是他是我们说的这九个人之中唯一一个职业的人 对对吧 第二个唯一一个四十岁以上 对吧这个是你找过整个路人王其实都没有说四十岁以上 找不到这个年纪 金爷其实来的算是不是那么晚相比于你说的李汉桥 包括这个白晶来说他其实一八年中学就开始打 但是他不稳定 因为你像职业还习惯了这个全场 但是他对这个单挑来说显得不是特别习惯的 他需要去适应嘛 对吧 他这个第一战拿冠军之后其实也是险胜打的 包括南区宝卫战碰到了第一次碰到克星 对送楼轩 送楼轩 或者他送楼轩的故事也真的是奇特 你像他和送楼轩包括我记得最早 徐昌尔打平常心一样 就是当一个这种学院派科班出身的人 去打一个街球球员 或者说送楼轩虽然说他也是打过COBA这个专科组联赛 但是他的打法非常偏这个街球 他浮变向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背不住 怎么还有这样打球 第一次碰着 然后就大家让年纪在那对吧 不太习惯 然后包括第五赛季打的也不稳定 你这总决赛第一轮碰到冠军张志阳一轮游了 对 他真正我觉得星宜 他真正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19年9月之后 因为他8月的时候还在受伤了 刚复出 9月开始 我感觉就这段时间 就像马克一直抽不中这段时间一样 他应该是在专门去研究对单挑这个理解 单挑该怎么打 研究对手这一方面 我感觉又上了一个层次 马上10月11月就拿了冠军 马上我感觉京宜 游刃有余 甚至说他决赛像落后伟格子 包括打公管光明中学 我觉得这个委员的核心的时候都落后 对方已经赛点情况下 他都不慌不忙 直接能追回来 能能撵回来 两次赢白金 对 两次而且是大赛都能赢白金 我觉得今天是似乎找到了自己在路人王的一种模式 他是一个需要去磨合去适应型的球员 是 包括你刚才说他在任何方面都非常自律 他其实对单挑也是一样 他对单挑一样 那我就打单挑 我就把这个东西 我就练单挑 我就把这个东西打好 对吧 一直把这个事情给做下去 对 然后别人都已经40千 我还在打 没有 而且他特别喜欢回应 回应别人的 就但凡有人说靳也不行 就比如说像张智杨和杨杨这种 他们说靳也这个三分这个手不太行了 然后呢靳也就马上来一个那个尼可杨三分 但是投进的那种 然后呢 也不知道录了几次 也不知道录了几次 然后说听说你们说我不行 就这种感觉 但是我跟靳也比过几次三分 我觉得 这个应该也就一次两次 怎么样 一次两次 对吧 三分怎么样 他就是我跟这么多球员比过三分 他是 还有一点印象深刻 就是这一点 就是他是稳定性最高的 是 对 除了他让我 我就没有赢的希望 毕竟职业球员嘛 对吧 职业球员的感受 刚刚说第五个王庆 其实也就是 在19年的9月到12月 其实他是 当之无愧这段时间的第一人 也是这段时间 确实让我 印象最深刻 也是让我觉得他 在单挑这一块领域 又上了一个层次的一段时间 对 其实刚刚像江江有讲五位球员 包括罗黄印象深刻非常深深的五位球员 我们都是在回顾 在想我们之前所经历过的赛季 其实想到之前经历过的这些 我们会对未来的赛季有很多的期待 有那种憧憬 对 就会在想 那未来新的一个赛季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人 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了 然后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分享 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 也可以说在评论啊 或者说私信啊 这些跟我们一起在论坛上多互动 好不好 然后也希望在上面能够跟你们聊天 然后大家说拜拜了 拜拜 再见 小朋友 我 luckily带季鑽 突然是 celebrate absolutely 完全答案 权一定要 samh习 离开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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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这是咐方